女孩正在洗澡 房门不知道被谁打开 接着从外面伸进来一只手 女孩听到动静扭头一看 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女孩并没有在意继续泡澡 可她刚闭上眼睛 瞬间感觉自己换了位置 等她一睁眼 却发现自己来到了楼道里 并且感觉周围有诡异的声音 梦圈的女孩相当梦圈 她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于是赶紧朝楼下看去 突然一个面具男人也正好看向她 然后朝她跑来 女孩吓得赶紧往楼上跑 刚好她又听到楼上有动静 于是抬头一看 发现楼上也有一个人影 女孩立马开门逃跑 可门却刚好被反锁 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从楼上走了下来 女孩认出来是楼上的邻居 这才松了一口气 结果邻居突然停下脚步 然后戴上帽子转过头 这是刚才女孩看见的面具男 没想到面具男直接朝她走了过来 女孩害怕她往后一退 突然又回到了家里 就在这时 玉莲突然被打开 女孩又回到了楼道里 女孩以为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 正准备开门回家 结果面具男突然出现 女孩又回到了浴缸里 接着门也被缓缓打开 面具男又诡异的姿势朝女孩走来 女孩吓得身体不敢动一下 就在面具男准备吃下女孩的时候 女孩突然又醒了过来 面具男也消失不见 原来 刚刚的一切都是幻觉 老奶奶养了一朵云 别人每天都是遛狗 她每天却是遛云 我一个变态都觉得变态 只见她摸了摸云朵 下一秒 云朵直接下起了糖果雨 老奶奶刚捡起一颗长了长 对面的一个男孩就走了过来 也想摸一摸云朵 可诡异的是 云朵却直接变成了蓝色的乌云 云朵十分的生气 射出一道闪电把男孩垫晕 老奶奶却说 而为了给云朵恢复正常 老奶奶带她来看医生 云朵相当的难受 身体里还不停的发出打雷声 医生让她不要担心 接着掏出一根彩色的针管 直接一针给腿里 下一秒 云朵慢慢的飞了起来 以闪电般的龟束变成了白色 还吓了一堆糖果雨表示感谢 两年后 老奶奶带着云朵过来理发 理发小妹拿着剪刀一推 一块大大的小云直接飘了起来 高兴的吓出了糖果雨 小妹抓起一把塞进嘴里 心里十分的高兴 可她望着手里的理发器 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没多久 老奶奶牵着瘦了一圈的云朵回家 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而屋子里的小妹 把衣服撑开 正在开心的接着糖果雨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有一朵这样的云朵 你们喜欢吗 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是理智 下一集更精彩 这个男人相当的奇怪 只要一喝水 马上就会瞬移到沙漠里 就连喝的水也变成了沙子 这天 男人小心的用手沾了沾水 放进嘴里尝了尝 没有发生瞬移 男人还以为恢复了正常 可就当他打算大口喝的时候 身体又瞬移到了沙漠 赶紧点赞加关注 评论区狗头保护 不然发生瞬移我可不管 男人彻底崩溃了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大壮的名字叫大三 就在两天前 他拒绝给乞丐买水喝 还表示把水喂狗都不会给乞丐 结果从此以后 大三只要一喝水 身体就会来到沙漠 大三十分的口渴 他在沙漠里到处寻找 穿过一望无际的沙丘后 终于找到了一片绿洲 在绿洲里 大三发现了一条小河 他高兴坏了 马上就跑到河边喝水 在沙漠中 水里的水也变成了沙子 他再次找到刚才那片绿洲 然后跑到河边继续喝水 可还是被传送回沙漠 男人彻底梦圈了 他只好走到公路上 拦到一辆顺风车 车主好戏地给他拿了一瓶水 可下一秒 凭着里的水再次变成了沙子 这次大三学精了 他回到公路上 拦下刚才那辆车 这次大三没有喝水 那司机把他送回了家 此时的大三十分的口渴 可是还不敢喝水 大三灵机一动 既然不能喝水 那就直接跳进泳池 好在没有发生瞬移 大三高兴地在水里游泳 突然 他再次被传送了回来 大三崩溃了 他坐在路边休息 一个遛狗的女人从他身边路过 可美女却说 结果 看到美女消失后 大三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千万不要在课堂上偷吃糖果 不然被校长发现后 就会被他单手举起 然后从窗户里扔出去 别看校长的体重只有仅仅300斤 可他却相当的善良 只要看见女孩子留辫子 就会用双手揪起辫子 在天上旋转2800圈 然后扔出去 而只要是不听话的孩子 校长就会把他关进小黑屋 在里面待上整整一天 赶紧点赞加关注 评论区狗头保护 不然被校长盯上我可不管 而校长也不是一直都这么坏 他知道小胖喜欢吃零食 就直接给他送来一大块巧克力 还告诉小胖不吃完就不能回家 只见小胖先是小心的尝了一口 发现非常的美味 接着就大口的吃了起来 过了两年后 小胖终于吃完了一整块巧克力 就当他准备回家时 校长却拦住了他 又搬来一块更大的巧克力 让小胖继续吃 小胖彻底梦圈了 如果你有这样一位校长 你会怎么办呢 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是李芝 下一集更精彩 你敢相信这是一台苹果电脑吗 就在刚刚 男人刚买回来一台苹果电脑 他激动的打开箱子 结果发现 苹果电脑居然真的就是苹果 于是男人尝试在电盘上打字 神奇的是 苹果上居然真的出现了字 接着男人按下搜索 更神奇的是 搜索结果里也全都是苹果 于是男人打开网购网站 里面卖的也轻易设都是苹果 就在这时 男人的快递到了 他赶紧拆开快递 刚买的新款苹果是手机 也变成了一个苹果 男人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就接着被水让自己冷静下 结果刚喝下一口 连自来水也变成了苹果汁 赶紧点在家关注 苹果永远吃不完 于是男人又来到电脑面前 在上面搜索新闻 我的天哪 连太阳都变成了苹果 男人生气的猛敲桌子 然后又搜索自己的名字 结果里显示 自己的名字也变成了苹果 最后男人实在没办法 打开了岛国的地图 然后不停的用鼠标缩小 一直缩小到最后 连整个地球都变成了一个苹果 男人吓得大声尖叫 突然自己的头也变成了一个苹果 原来 这只是男人做的一场梦 他醒来后来到电脑面前打开电脑 Windows系统居然真的变成了一个窗户 这是个头上长喇叭的怪物 谁要是被他盯上 那么就会被他盯上 大山是个驱魔人 就在不久的20年前 他的朋友被喇叭怪抓走 大山急忙过来寻找 走在有水有泥的水泥路上 他在地上发现了一张纸 上面写着 接着又在地上见到一件衣服 上面已经布满了血迹 看得出这就是朋友20年前穿的衣服 于是大山四处寻找 想要找到喇叭怪替朋友报仇 可刚走没多久 大山又发现了一只皮质的运动鞋 就在这时 最后发出了一阵警报声 大山扭头一看 就是他要寻找的喇叭怪 喇叭怪这时还没发现他 大山相当不怕死 顺着山坡就爬了上去 结果就被喇叭怪发现 大山吓得赶紧躲了起来 可不管他跑到哪里 喇叭怪都能闻着味道找到他 大山蹲在地上不敢露头 结果往后一摸 碰到了一只断掉的小手 吓得他发出了一声尖叫 喇叭怪听到声音追了上去 大山被逼到一个墙角 那么问题来了 碰到这样的喇叭怪 你会怎么做呢 你见过这么大的香蕉吗 就在刚刚 男人把要吃的香蕉放在桌子上 结果下一秒 香蕉居然变成了两个 男人被吓了大大的一小跳 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香蕉居然又变成了两串 紧急的又变成了四串 男人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马上给医生打电话 结果刚拨通电话 我的天哪 男人刚买的新款苹果丝也变成了香蕉 这下男人彻底梦圈了 他喝下整整一瓶水想要冷静下 结果 刚刚的香蕉居然铺满了整个桌子 赶紧点在家关注 香蕉天天吃不完 可男人还是不放心 因为自己还在幻觉中 于是又洗了把脸 这下好了 刚刚满满一桌子的香蕉 居然合成了一个巨大的香蕉 不敢相信这一切的男人来到阳台 可他突然发现 就连路上的汽车也变成了香蕉车 飞机也变成了香蕉飞机 好在男人进屋后 桌子上的香蕉已经恢复的正常 他赶紧来到桌子面前查看 又用手拿起香蕉仔细检查 结果发现 刚刚的一切原来都只是幻觉 接着男人撕开香蕉皮 开始大口的吃了起来 可奇怪的是 嘴里却发出了玻璃碎裂的声音 原来 这还是男人的幻觉 他刚才放在桌子上的是一根灯管 而他现在吃的 也是一个破碎的灯管